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星们的名字很特殊 离你杨阳还有寒寒 你猜到了吗 杨阳 这个目前当红的小鲜肉粉丝相当的多 如果说你是杨阳的忠实粉丝 那么你一定知道 杨阳这两个字到底该是怎么写 那么就问你个问题 把杨阳的名字导过来 你应该怎么读呢 杨阳到底是该怎么去叫的 杨阳 杨阳 别导过来还是同样的叫法 分手就把名字导过来 哈哈哈哈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套路还是很多的吗 这些明星们的名字很特殊 离你杨阳还有寒寒 你猜到了吗 林志玲 虽然说现在并不是太虎 但是依旧在娱乐圈有一定的地位 毕竟当初的名声打下来 格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赚足了不少的钱 那么你知道林志玲稿 过来该怎么读吗 这个就比那些较为的特殊了 林志玲 林志玲 跌倒后来虽然发音相似 但是来回读起来 是不是感觉有绕口令的感觉 这就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字魅力 林志玲 林志玲 正反读起来总是能一样 这些明星们的名字很特殊 离你杨阳还有寒寒 你猜到了吗 寒寒寒寒寒 其实也能在这时候还是一位作家 将这两个身份 结合到一块是相当的不容易 毕竟有文笔 还喜欢去开赛车 出名寒寒 还是有一定的家庭实力背景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套路 寒寒不管你怎么读 都不会像林志玲那样的尴尬遭遇 叫做寒寒 怎么叫都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真的是不得不服玩套路的这些 名字颠倒过来又能如何 这些明星们的名字很特殊 离你杨阳还有寒寒 你猜到了吗 那么你还知道那些明星颠倒过来 图音一样的名字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